千万不要轻易自学吉他 不然你会走很多的弯路 如果你也有一把木吉他 一定要先做这件事 学习音乐嘛 当然是要先找 do re mi fa so la si do了 来教大家一个简单又好记的方法 首先我们找到第五品 也就是标记第二个小白点的位置 用食指同时按住五品的一二三弦 这三根弦弦的声音分别是 do mi la do re mi fa so la si 总共有七个音 咱们此时用一根手指 已经搞定其中的一半了 然后咱们通过do 在同一根琴弦上 间隔一个品格推导出 这个音是re 用无名指弹下 do re 然后找到这个mi 相连的品格就是fa 用中指弹 再间隔一个品格用小指弹 这个音是so mi fa so do re mi fa so 找到一弦五品 这个音是la 间隔一个品格就是si 用无名指弹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对于咱们初学者来讲 熟悉了do re mi fa so la si do 的执法分配之后 还可以给他再倒着弹回去 do si la so fa mi re do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do si la so fa mi re do 每天你就练习这个 五分钟就可以 既可以熟悉纸本音节 又可以代替枯燥的爬格子 再之后就可以找一些歌曲的简朴 用咱们刚才学的执法去弹奏单音了 mi mi fa so so mi so so m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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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la re re mi fa fa re fa fa r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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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mi 大家先把这个学会 下节课教你们弹低八度的do re mi fa so la si do ok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明天见